因为七月份 曾德参加不少会议 尤其我们在台南 小巨蛋 办了师父上人 元吉周年的追思纪念会 包含隔一个礼拜 我们香港也同样办追思纪念会 那办这个纪念会 最重要的意义 让我们不忘师父上人的教诲 不忘他的言行风范 有其他老人家怎么学为人师 行为师范 这两个字 他老人家说 这两句话代表整部《华言经》 他老人家也演给我们看 我们读四书五经 读大臣经典 觉得比较抽象的部分 能思维他老人家是怎么做的 往往往这些句子就变得很具体了 温良功俭让 我们想到老伯上的 一举一动 好像就能体会到不少了 像无量素经 心大悲 民有情 眼词变 受罚眼 度恶趣 开善门 接受老人家教诲 而能够转恶为善 转迷为物 的大众 那骗起五大洲 所以这些大臣的经据 一想到他老人家的行仪 好像就活灵活现 所以这是我们的福报 能跟他老人家学习 那他的表演 我们要企鹅效法 就像我们上一节课 提到 老人家非常珍惜时间 老义至习此时 这是圣苗法师 回忆到 老人家有一次远行 整个过程 要一二十个小时 但老人家都没有浪费时间 我再听 黄念祖老居士讲的 静修节要 报恩谈 老人家这个 珍惜时光 的表演 为谁表演的 他老人家苦心 为了什么 为了我这个学生 我们假如想就是为了我 那我们不能让他老人家白表演 所以学是效法 我们看到了人家这个行语 那我们当下要效法 不使一秒钟空过 不使一句话空说了 尤其 我们接受他老人家教诲 对于万德鸿鸣 了解得很深入 尤其他老人家大经科著 圆满讲的事变 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他老人家不断的深入开解 那我们 理解到 这句万德鸿鸣 是设佛的功德 国地的功德 为自己的功德 从国起修 集修集果 那了解到这个 功德受用 那就要记住他老人家说的 要分秒必争 这一句分秒必争 老人家也是提了好多遍 我们 常说 师父领境们 修行靠个人 我们得用心 去体会 老上所教 我们体会到 哇 这万德鸿鸣能灭重罪 那假如 我不老实念这一句佛 还打妄想 还造口业 那这不是天差地别吗 那我可不能看这个糊涂事啊 我们圣教教的首先是自爱啊 才能去爱人啊 这一念之间差别那么大 这一秒钟差别那么大 一句可以灭重罪 可以消八十一节生死重罪 结果我把这一念变成造三恶道的业 那我不是冤大头了 那这个都要靠自己啊 去感受啊 感受得越深刻啊 不愿意这么做了 那当然我们看到人家这么利用时间呢 就不能以我们很忙啊 为借口了 记得有一次 黄念祖老局势 他要讲一个专题啊 有关这个 阿弥陀经 幸运辞明的专题 他提到了 他每一天呢 要上课 要给无量寿经啊 写注解 因为他是密宗上师啊 他要修法 他还要超度啊 这些有缘众生啊 他每天有这么多事情要做啊 但他老人家说了 我是生死的凡夫啊 不能不注重修行啊 所以一天呢 最少要三万身佛号 我当时听了真的是很震撼啊 他的任务工作这么重啊 他每一天还不少于三万身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有个美国的同修 到北京啊 去向他老人家请法 发问问题 哦 那个视频非常精彩啊 好 假如知道的同修啊 可以发上去啊 好 王老在回答的过程呢 他手上的佛珠没有停过 他老人家 云集之后啊 他的佛珠啊 烧了之后 都是成为舍利 可见他用佛 念佛的用功啊 哦 那黄念导啊 表演给谁看的 表演给我看的 哦 我不能以忙为借口啊 哦 所以这个无题道上啊 这个不找理由 不找借口啊 这也是闭口题啊 所以老额上这些大善之士啊 真的很慈悲啊 不只讲让我们明了啊 他说以身作则啊 来带动感化我们 所以不能呢 辜负了他们的教导跟表演 而且天下无难事啊 只怕有心人了 那在这里呢 有一个 跟大家报告 很惭愧 我年初说一天要念两万 目前的战况啊 有点惨烈 不过呢 每一天啊 基本上没有少过一万 哦 哦 那都达到每天两万还不行 哦 不过偶尔啊 还能达到三万 哦 偶尔 哦 但是 就是要跟再接再历了 现在已经历秋了 今年过了一半 这个还有后半年 我好好努力啊 以这个黄念老啊 为榜样 好 而我们 追师啊 老和尚 老和尚的教诲当中啊 有提到啊 我们要心同阿弥陀佛 愿同阿弥陀佛 解同阿弥陀佛 行同阿弥陀佛 诸位 忍者 这句话我们熟不熟悉啊 这句应该很熟悉哦 哦 哦 所以我们每一次 一起共学 在一条龙课程共学 都会看到 哦 我们这个极乐式打出来的 诗愿红身 十方共战 慈悲广大 九戒同归啊 慈悲广大 我们要心同阿弥陀佛 把老和尚也表演给我们看的 实施把一切众生放在心上 要把汉字文言文呢 介绍给全世界呀 透过这个载体呀 他们能把他们好的文化沉传下去 不然这些文化又要断了 你看莎士比亚 才三百年左右啊 那后面的人都不太懂了 那老人家的心量 包容一切种族宗教 所以我们跟阿弥陀佛 跟老阿尚学 首先从哪里学 扩宽心量 老阿尚说的 学佛首先呢 扩宽心量 我们学的这一句 自己要思维啊 我还有没有不能包容的人呢 看到他会不舒服 会不顺眼 那这个当下我们要进决案 那我这个心态的不符合 老阿尚教导了 都要能包容啊 我们心量要扩大 我们听法才听得懂啊 心量太小了 那跟老阿尚跟阿弥陀佛 心心不相应了 可能会听偏掉了 所以目前当目前心 我们要从心地去效法 我们上一次进入啊 这个颈的部分 这个颈啊 就是很好地呢 互恋自己啊 五量寿经说 贤护等十六正四啊 这个贤护啊 要护好别人呢 首先呢 护好自己呢 自爱 自重 自敬 自己敬重自己啊 啊 论语说 君子不重 则不威啊 学则不顾啊 啊 所以首先要自重 啊 这个自重当中啊 尊重自己的福性啊 啊 随顺性德 这是自重啊 随顺烦恼习气啊 那就是糟蹋自己了 啊 所以谨慎 为保家之本 啊 保住了自己的德行 保住了家庭 像这里讲的 连方哨勿饮酒啊 饮酒醉醉为醋 不懂得谨慎 不要饮酒 那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啊 甚至还会殃及他人 甚至酒后乱性啊 一丝足成千古恨啊 而一个人呢 一定要从小养成这些习惯啊 等到他大了 坏习惯养成要改很难 所以父母老师 能将弟子归这些教诲 从小就让孩子乍根 那真的是孩子一生的贵人 真爱护孩子 真爱护学生呢 我们现在看看社会新闻 那一丝足成千古恨的人 太多了 不管是政界的 娱乐界的 这些公众人物啊 我们也可以借由这些例子啊 拉回来 跟孩子 跟学生 呼应 地子归这些静句啊 静啊 这个就是机会教育点 这个就是机会教育点 遍尿回折净手 早晨起床 先洗脸 顺翅啊 刷牙 漱口 当然这么做啊 首先 这个也要 重视整洁啊 这个都是自爱的部分 而且洗一洗啊 这个精神啊 焕然一新啊 也是口气清新啊 自重延伸呢 就是对人的尊重啊 今天我们整个外表衣着啊 整洁啊 人家看到我们不好受啊 也很尴尬了 变尿回折净手啊 大小变厚 把手洗干净啊 这才是讲求 卫生 好孩子啊 这个 整洁为强身之本 我看 在场呢 诸位忍者啊 大家学过青年十二手则吧 有点头的话 那些年龄不会跟我差太多啊 哎呀 现在 在下一辈的孩子啊 姻缘就没有我们好了 所以我们 民间的力量啊 要更 积极去带动啊 文化是民主的灵魂啊 我们台湾的孩子们 接触文化太少啊 那就变成没有灵魂的人啊 心里没有 价值观 正确的价值观 正确的人生方向 在外面的功利主义 享乐主义太强啊 不扎深这个文化的根基啊 真的不行思走路都难啊 我就不说 下一辈的人了 成得自己回想 求学不成 没有闻到圣教 这个得失心都在增长 然后没有正确的方向 就只是为了考试 变成考试机器了 一放假就想着怎么玩乐了 那也是跟行事走路啊 没有太大差别了 而蹉跎了多少岁月啊 现在想想都心痛啊 当然心痛是烦恼 转烦恼为菩提的 痛定失痛啊 不然再浪费时间了 再来呢 画悲愤为力量啊 跟年轻人有交流的机会 跟孩子有遇到的机会 把我们惨动的经验呢 提醒他们了 人生有好多很关键的点啊 我们当父母老是能抓住了 那就是抓住了很好的机会教育 为什么古人有成年礼啊 这个就是一个机会点呢 当然小时候三岁看八十 那个就是很重要的机会点 机不可施哦 施不再来啊 那三岁以前是教育孩子的 黄金时段了 成德观察真的有胎教 有三岁以前教育的孩子 性情温和 正值中和 为之德 老上说的 重视胎教出圣人 重视三岁以前的教育出贤人 三岁以后啊 那能教到君子啊 那能教到君子啊 不错啊 这都是机会点 就像我们带班 学生刚进教室 甚于死就是抓住机会点了 哦 一开始就把规矩制定好 那这个班呢 就循规道具了 你一开始没有把班规建立好 都已经很混乱了 要再来建立不容易了 包含他要去念大学 大学新鲜人呢 假如学校 一开学 先办五天七天传统化培训 假如我当时候念大学 就遇到这样的培训了 我那四年 我还是有一点点晒根的 我那四年不会够过了 人生总在寓言不同啊 所以我现在 像前几天遇到一位小朋友 一位女孩啊 她母亲就有做胎教 怀她的手法很认真念地上经 听其他长辈说 这个孩子呢 两三岁啊 到道场来 人家都不觉得她的存在 这个孩子非常的文静啊 太教有做了安乐异养啊 很容易养育啊 很安定啊 后来我跟这个女孩见面了 她要到英国去念高中啊 啊 我就跟她约定啊 明年 到英国汉学做义工 啊 啊 我们要办群书制药课程 啊 我介绍一些大哥哥大姐姐 啊 给你认识 这些都列为重点保护对象 哦 他们从胎教就开始了 当然大家不要一听我这么讲 啊 尘头法是偏心啊 啊 叫分别意非意啊 嗯 这些孩子的因缘不同啊 那当然 任何孩子愿意来学 我们都静蜜教了 不会大小眼啊 啊 我们当老师的这个 平等爱护 这是当然的哦 啊 不平等了 人心就不平了 但是说实在的 从胎教的孩子啊 哎 他特别啊 种情意 他会思念你 啊 他会主动找你 啊 他学习也会主动 啊 啊 师长常说啦 教学是指闻来学啊 未闻罔教啊 啊 他主动来了 他才会珍惜啊 他不主动啊 你去跟他讲太多了 他一生烦了 反而 这个语言 就断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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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们佛门常说 治他不恶啊 我们看到当你在啊 啊 爱护自己啊 重视自己的 整洁 同时也是 爱护尊重别人 是吧 你看 便尿回择净手啊 啊 把手洗干净了 哦 那你 你去办别人的事啊 哎 跟别人握手啊 这个都是对 就是对 就是对人的尊重啊 哦 哦 那 这个青年是二手折啊 台湾有很多传统文化 的教会 整理的非常好 啊 我们有受过 啊 那个时代的教育啊 我们就有责任 把它发扬 把它承传下去 我们当时候都有学过 中华文化 基本教材啊 后面的人就没机会读了 好 看到了 就是我们的责任哦 见义勇归啊 哦 哦 那这个 啊 啊 成毕冠 啊 这个 官毕正啊 有毕节 华于旅啊 聚景些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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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家啊 当然 哦 要 注重 儀勇 哦 不能说在家呢 太随便了 哦 哦 像 我们印象当中 哦 母亲 啊 或者奶奶 大家看 哎 他们的衣索 在家里都很端庄啊 啊 啊 让人见了 树然起敬啊 哦 哦 你当父母的在家里酸得很随便呢 不知不觉 孩子对我们 这种恭敬 会不会减少啊 哎 无形当中啊 会减少啊 哦 哦 那一般呢 啊 戴帽子都是出门了 啊 要穿帽子啊 戴端正 啊 衣服扭扣啊 啊 要截整齐 啊 袜子 鞋子 啊 穿的贴切 啊 鞋带啊 要细紧 啊 你鞋子穿的不贴切啊 就走起路来 哦 哦 哦 那个鞋子就 哦 哦 哦 这个 一拐 一拐一拐的 哦 啊 甚至于自己的动作啊 哦 都会不是很 很平衡 哦 那一天看到一个同修坐在我面前呢 我说哎 他怎么好像 啊 啊 啊 腳出了什么问题啊 啊 好像请一边啊 啊 我上前去问他 他说不是啊 我鞋子太大了 哦 哎 好 哦 所以这个全身一龙啊 要整齐 哦 那 这个我们呢 服装啊 要整齐 同样的 哦 我们 哦 我记得啊 师长老人家曾经指导到 我们有这个 手提包啊 背包 哦 这个应该是啊 跟呢 下一句 你自观服有定位 勿乱顿 自污秽 哎 脱下来的帽子 衣服啊 要放置在固定的位置 哦 哦 当然这一句要延伸开来 哦 不止帽子跟衣服呢 应该是放什么东西啊 物有定位 哦 不要随所放 这样就会弄作啊 弄脏啊 哦 我们说礼敬诸佛啊 哦 那 这个对 衣物 包含对一切物品 都应该要恭敬 嗯 我们跟同修 在交流的时候啊 常常 都会将交流的内容啊 比方说我们今天谈井 就要把井啊 跟往生啊 连在一起啊 哦 哦 因为呢 哦 我们同修们只要听到 跟往生有关呢 他可能才会比较注意了 哦 哦 那当然就 修学的人 哦 也不能出现执着了啊 一定要跟往生才会注意的哦 哦 哦 那林秉兰老师啊 是特别重视这一点 哦 哦 他连穿衣服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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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哪一只 哦 袖子开始穿 他都有固定了 哦 等于是 他一举手一投足啊 他都是有规矩的 哦 有规矩啊 他就不容易乱 哦 哦 所以李老 重视这些生活的细节啊 他老人家表演给谁看的啊 哦 表演给我看的啦 哦 哦 我也是从小啊 啊 很多好习惯没有养成的 哦 成年 再来养成啊 哇 真的要下大功夫了 哦 有一位老师啊 啊 张清泉教授 他很年轻啊 二十岁左右啊 就清静到李秉兰老师了 哦 他指导呢 啊 英国汉学院 學生写书法 哦 他有 总结四句话 哎 这个对我们来体会井啊 啊 这一篇的教诲 非常 有帮助 啊 井其实就是井慎一言一行啊 哦 那他指导同学们呢 写书法的心境 提到了 第一点 啊 言为心生 自如心化 哎 言语是心生啊 哎 哎 写字呢 是自己的心呈现出来的状态 哦 你这个写的不工整呢 一定是 心乱哦 好 自不静啊 心先病了 哦 所以练书法就是练心啊 练定啊 那我们想一想啊 我们每一个行为啊 是不是也是心的反射呢 行为心化 哦 所以写书法是修行啊 一举手一投足 是不是修行呢 啊 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也啊 啊 所以这颗恭敬心 真心 不能断掉啊 那这个恭敬心不断掉 就表现在 一举手一投足 一言一行踪啊 老外上说的 学佛最重要的 用真心啊 哎 他讲的第二点 了解自心 不与他比 写书法的时候啊 是藉由写书法 了解自己的心 的状态 不能在写书法的时候啊 再跟别人攀比啊 生烦恼了 哎呀 人家写这么好 我 我怎么 写成这样啊 越想越着急了 越想越气馁了 就烦恼做主了 心态要正确了 那写书法是这样啊 我们 每一个动作 都在帮我们了解自心 自己要越来越进步 不要去跟别人攀比 有时候我们修行啊 看到别人修得比 比自己好 啊 就很沮丧啊 不要去攀比 会生烦恼 啊 更不要起基督啊 啊 也要啊 信任自己 要给自己 时间 要对自己有耐心 这都是自爱的 啊 自行一处 无事不办 啊 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教诲 乃至于孔子所说一切教诲 没有离开 戒定会三学 因戒得定啊 我们做每一件事都有规范 哦 像地指挥这些句子 我们都做到了 这就是慈戒 我们就会定啊 要不从容立端正 这样走路 心是定了 要慌慌张张就不定了 宽转弯 勿处冷啊 这些句子都是修戒定了 所以我们做任何一个动作都是安定 都是专注的 都是在修定哦 不能说啊 我要念无量寿经了 才是习定 随时随地啊 一切严动都要安详 就是习定了 十差九错 只为慌张 这是小俄语第一句话 我当时候读到这一句说 哎呦 那我得从头学起了 以前的小朋友 一开始就念这一句了 难怪能教出小大人了 嗯 嗯 至心一处 无事不办 我们就要养成 一举一动专注 做任何事情都很专注 学书法可以练出这个功夫 做任何事都可以练出这个功夫来啊 何处是道场啊 处处是道场啊 那接着这个张教授提的第四点 一笔不苟 一心不乱 书法的每一笔啊 书法的每一笔啊 都很恭敬的写啊 一丝不苟啊 就透过书法 让心不散乱 慢慢就练出一心不乱 那书法是一笔不苟啊 那我们回到自己修身 那就每一言一行啊 都不苟且啊 都不随便了 那我们就在一言一行当中啊 培养心不乱 所以为什么李秉然老师 会这么重视生活规范 他的一心不乱 就是在生活里面练出来的 老和尚 我们看 好像是物装法师 他就提到了 老和尚物品 都有电汇 哪怕停电呢 都能找到东西 都很清楚啊 东西放在哪 这个 好像前面呢跟大家提过 这个欧阳修 他见到啊 有一位老生 老的出家人呢 在送法华经 端坐不动 端坐不动 这肯定啊 那老人家送完经啊 这个欧阳修先生也很可贵啊 他情法 他说 每见古人呢 临终 有 坐脱立网 就是马上说 我要走了 说完了 就做话了 好 哎 合法啊 所致啊 就他们为什么能够这么洒脱啊 啊 就泄脱了 就往生了 那往生其中世界了 哎 结果这个老生啊 就说了 那古人啊 念念在静定 他临终安得乱 安得散乱 平死如战死啊 他这个临终会这么自在洒脱啊 他是他平常的功夫啊 那经人 念念在散乱 临终安得敬定啊 那临终就手忙脚乱了 所以师长常常讲经的时候有提到 能不能往生啊 不要问别人了 假如我们平常的生活 就觉得很混乱了 那临终会有把握吗 所以修道路上 常常常都要自我堪厌了 不能做事都是到了临死抱佛脚了 临终可不能是这个样子了 所以从 李老老和尚这些视线呢 我们一定要赶快来效法了 不然呢 这个静定的功夫练不成了 无量节来 稀有难逢的机会就错过了 那就是太冤枉了 那就是太冤枉了 所以有一次 师长就叮咛我们了 向我们所提包啊 师长就说了 你们拉上的时候啊 你们拉上的时候啊 这个拉链最好啊 放在啊 比较中央的位置 这样你每一次要打开啊 很方便容易了 好 假如呢 你是把他拉到旁边去了 到时候你就在那里 是在左边还是在右边呢 都还得在那里翻呢 所以你看师长他的生活啊 都讲求这些细节了 后来我们 听完了 照这么做啊 就会觉得心比较暗定了 以前有时候找那个拉链 找半天 包含我们这个念珠 你放下来 有一个定位 我听一个头修说 我这个念佛机啊 换了好几台了 常常找不到 我们要静一室 我们要静一室长一致啊 不能福报太大了 不见了 我还有好几台 好 嗯 李宾南老师 他对佛珠的恭敬啊 他只要进厕所了 把佛珠拿出来 放在一个盒子里面 放在一个盒子里面 不让这个佛珠啊 沾到灰尘了 哦 他都有固定的位置 他就不会找不到了 哦 这些都是我们的学处啊 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啊 哎呀都要洗洗手洗干净擦干了 才拿佛珠啊 哎 这些习惯 都让这个恭敬心不断增长 这个习惯没有养成啊 这恭敬心啊 不断下降啊 哦 这养成好习惯重要啊 啊 学如溺水行舟不静啊 他就会往后退了 哦 我们 这个 接着啊 再看呢 下一段经文 哦 衣贵劫不贵华 啊 上巡份 下衬家 啊 穿衣服呢 重视整齐清洁 哦 不在衣服的昂贵华丽 哦 哦 而且要依照自己的身份穿着 哦 配合家庭的经济状况 哦 我们刚刚讲到不能攀比啊 哦 哦 现在这个社会风气啊 攀比得很厉害 哎 修行人啊 不能被境界转啊 不能随波逐流 哦 哦 都是这么说啊 但是遇到境界的时候啊 心里会不会痒痒的 哦 看到别人我 买那些名牌的 哦 哦 会不会有 有一点 啊 这个动心啊 哦 嗯 啊 这个时候要想到 子路 啊 啊 孔子在论语里面说呢 啊 子路啊 啊 啊 穿的衣服啊 啊 可能都有补补丁的 都是比较差的衣服啊 啊 但是跟啊 穿着皮衣的人在这 站在一起啊 哎 他也不觉得羞耻 没有觉得不如人 哦 他不爱慕这种虚荣啊 啊 他重视德行 啊 甚至于 他自己真的 啊 有好的 衣服呢 啊 啊 啊 他都愿意啊 跟朋友分享 啊 穿坏了 他也不觉得遗憾 哦 他很慷 啊 他重义啊 重道义 轻力 啊 这些外在的物质啊 他没有放在心上 哦 所以我们假如有点动心了啊 就要以这些圣贤人为榜样 啊 而且说实在的 自爱的人呢 啊 他懂得要随顺性德 不随顺烦恼习气 因为烦恼习气 一起来啊 身心啊 不安定了 哦 我们念心经啊 很熟悉啊 观自在菩萨 啊 观自己的自性在不在 我们 我们 起了这个 虚荣心呢 心就不安定了 不自在了 这样就不自爱了哦 就是随顺烦恼 起起伏伏了 哦 而且这个攀比啊 也就陷到一个无底洞了 人比人 你气死人了 我们就不说别的吧 有人比手机呀 哇 那个什么 iPhone 现在都第几代了 我也不知道 有人 新一代出来了 他就一定要去买了 不然就好像被人家比下去了 你说累不累啊 哦 哦 所以不能随波逐流啊 啊 啊 官自在啊 啊 这些外在的东西啊 过用就好了 能用就好了 哎 不要变成了 啊 欲望了 奴隶了 哦 哦 那这个 穿衣服啊 它本来的作用啊 就是保护身体 哦 美观啊 保护身体的 不要搞到最后 变攀比了 搞到最后 变成 家庭很大的负担 哦 好像这个 有一个女 有一个词啊 叫月光女神 啊 每个月都花光光 啊 还得跟父母啊 拿钱啊 哦 包含结婚的人啊 哇 你这个 攀比了啊 都要去买这些 时髦的 昂贵的衣服啊 那就可能成为你 先生很大的负担了 哦 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啊 啊 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 哦 哦 哦 我以前 有听同修讲过 啊 这个带 太太出去逛街 哦 太太都说 买了买了 哦 她在旁边都说 买了买了 哦 嗯 哦 这不是敏拉话 哦 哦 哦 她先生在旁边 不要啊 不要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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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要想到啊 老儿上 效法李炳南老师 一天吃一餐 哦 你看李炳南老师 身体感觉怎么样啊 老儿上 没问题 精神很好 啊 李炳南老师桌子一拍 很好 就这样下去 就这样下去 一生不求人 一生不求人 因为她物质享受啊 都很低啊 这样开销就少了 就不用求人了 所以佛陀也交代啊 以戒为师啊 以苦为师啊 啊 这个以苦为师啊 当然不是说去修无益的苦行啊 哦 哦 是 我们的生活要求啊 哎 降到最低 就没有负担了 哦 那当然 师长老人家呢 后面遇到韩馆长 哦 韩馆长说你只吃一餐呢 啊 到时候身体出什么情况啊 我负不了这个责任 你得吃三餐 老儿上 不执着 很顺啊 哦 这是更高境界 通全答辩 不执着 所以 论语里面说 可与共学 为可与世道 哎一起 比方说一起跟着李比兰老师学习啊 啊 但是不一定啊 一教奉行啊 啊 可以试到 未可以与利 哎 一教奉行当中啊 遇到境界考验呢 能够屹立不摇 可以与利 未可以全 所以通全答辩呢 是最高境界 啊 虽然立得住 以苦为师啊 哎 但是也懂得全辩 不执着 啊 遇到这么好的护法 一心未正法 啊 虽然脾气不好 虽然有一些要求 嗯 很顺 抓最重要的 哦 只要这个护法 一心 啊 顾持 啊 让他 嗯 不离开讲台 哦 可以千锤百炼呢 那这些部分呢 都不执着 能够很顺 哦 哎 老和尚表演给谁看的啊 也是表演给我们 弟子们看的啊 啊 啊 面对境界啊 处理事情啊 不要去要求 孜孜默啊 要抓到那个最重要的重点啊 啊 现在想着 啊 缘分 啊 方方面面都要具备 哪有这种缘可以遇啊 啊 啊 挑三拣四啊 啊 最后 可能 蛮不错的缘 都会错过 啊 抓大方向 抓最关键的重点 啊 这也是老和尚在教我们哦 啊 我要知道啊 现在末法时期啊 大家都不是从小学的啊 啊 啊 内在的烦恼 外在的诱惑 又这么强 啊 啊 你对人对事啊 不能苛刻要求啊 啊 啊 珍惜别人的优点 尤其他护持正法的优点 其他的就不要太挑剔 不要太计较 不难了 你就跟人家相处不好啊 你就可能就不欢而善了 本来不错可以长久弘法的缘呢 就错失掉了 啊 你错失一个不错的缘呢 你的福报就折掉一些了 假如再不反思 啊 自己处事啊 可能太苛求了 这样你就会一次错过一次的机缘 好 那接下来讲 对饮食物简则啊 食事可悟过者 对于 食物啊 不要挑剔偏食 而且要吃啊 适当的分量 不要吃过量 好 儒家讲中庸 中庸啊 佛家讲中道 哎 我们练 我们练中庸 中庸 中道啊 在哪里练呢 在一切死一切处啊 不够也不要不挤 哎 哎呦 我们 有时候这种性格啊 常常走极端 啊 比方说我们 劝别人劝得过头了 啊 人家说哎 你这样 劝啊 可能太过了 啊 我不劝了 你看这种性格 都是走极端了 这种性格啊 要听别人劝也很困难 哎 大家有没有听过哪个菩萨挺有性格的 哦 我们学佛啦 要依经典啦 不能依自己的想法看法啊 会误了自己的啊 那天遇到一个同仁 他也是在教学啦 那他刚好 这两天啊 跟我在一起啊 那我有课呢 他也来听 后来隔天他又走了 我就问他呢 哎 这两天 听了这些课啊 哎 你有没有 哪些感受啊 啊 他就跟我说 老师啊 你 你太慈悲了 嗯 啊 像我的性格啊 我就不这么表达了 哦 我说 我说你听过哪个菩萨有性格吗 嗯 我说你要小心啊 你这个一开口啊 就是你的看法啊 哎 我们讲经的人 离经一致便是魔说啊 这个公案里面 也乎 也乎 禅 是吧 啊 这个下措一个字转语啊 都五百事也乎生啊 啊 其实可能呢 他的性格啊 还是比较刚强 啊 这个都要调伏啊 啊 菩萨似得 柔和直指摄身德啊 我们都要依经典啊 哦 我想啊 可能他以前教学啊 他啪就讲那个人的过啊 有可能跟人家结了愿啊 都有可能的啊 我们走过来的路啊 都要总结经验啊 当然不是说不讲人哦 含蓄 言语要含蓄 老和尚 有同修有说了 哎呀 老和尚都不讲人呢 其实啊 这个同修看错了 老和尚哪有不讲人 你真心请教啊 老和尚没有不直接教导的 像成德有一次 在兰彼得 开完会了 站起来 我就脱口无处了 兰彼得的天气啊 不是很好啊 啊 老和尚看着我 像有心生 哪也不知道了 所以假如老和尚都不讲自己了 那可能是我们 听劝的态度不够了 老和尚不攀这个圆了 老和尚一定会在讲经的时候提醒我们 真正受教了 他一有机会就电话我们 我跟大家分享过嘛 你看我一激动 地址 地址愿意承担 是吧 一听到一条龙 老和尚很重视 我就激动了 老和尚一点 不是你承担 是佛菩萨祖先承担 这真的是事实真相啊 你说这一条龙的事业 哪是人看的事啊 那真的是佛菩萨的加持啊 祖宗的福应啊 保佑啊 不是人的能力啊 那我们不求有功 但求无故啊 既然有这个机言 扶持一条龙 扶持正法了 我们但求无故啊 护好自己的心 心对了 言行不会偏颇了 对事就有帮助了 我们每一句话 每一个动作 都让这个事啊 往好的方向发展 所以啊 我们学这个景致啊 是蛮重要的 谨慎的 我们处在末法时期啊 洪护正法 难度啊 挺高的 有一次 刘树云老师啊 刚好办后 当面问师长 你老人叫洪法 跟他们这一辈的 当时候指着 一位老师啊 跟陈德年龄是一样的 同年纪 跟他们这一代比啊 怎么样呢 老师马上回答 老师马上回答 他们这一代啊 洪法 比我难 十倍百倍啊 都不止啊 难度十倍百倍不止 而我们想一想啊 以前的人 一百年前呢 洪法是开悟的人啊 悟法呢 悟法呢 悟法是洪法退下来的人啊 这是一百年前的因缘啊 是这样啊 一百年以后 内在的烦恼很多 外在的诱惑 那又不知道多了多少倍 那 洪法 又不是开悟的人 悟法 那也不一定是 洪法退下来的人 那我们这一代 洪路政法 难度高不高啊 那还是要做啊 那就不得不有啊 很好的配套措施了 不然真的太危险了 那老人家看得很远啊 都交代了 当时我对着英国韩学院第一届的同学 你们以后毕业了 住在一起 我请啊 阿弥陀佛大饭店舞蹈 在英国 我 盖一个大饭店 你们毕业了 每个人两间房间 一间休息 一间读书 肚子饿了啊 随时出来都有东西可以吃 那当然英国的法令啊 要盖大饭店太难了 但是我们要体会到啊 这是老人家对于以后走红法的人 互面的配套措施啊 你红法的人单枪匹马 那真的是古来征战几人回啊 他那么年轻定工都不够 现在财色名利的强度都不知道多了多少倍 那顶不住的啊 所以毕业要住在一起啊 要团队啊 要团队啊 互面啊 不能单打独斗啦 因为团体啊 旁观者轻啊 旁边的良师一友就会提醒他 而且啊 不能接种啊 你说大众有问题呢 大众有问题写下来 下一支课程再回答 你一接种啊 财色名利 连阿难尊者都遇到摩登企女啊 请问阿难尊者表演给谁看的啊 表演给每个后世的福弟子啊 不能掉以轻心啊 阿难尊者遇到这个缘都顶不住了 我们能表得住啊 阿难尊者还有另外一个表演啊 那佛陀要涅槃啊 他很伤心啊 私货还没断啊 没有证阿乱安果啊 那佛陀缘吉为了阿难尊者 为了很多 产生依赖他的弟子 因为佛陀一缘吉啊 这些人成就了 阿难尊者是代表啊 佛陀一缘吉啊 他的警觉性高了 不然他就想着 哎呀我有佛陀可以靠啊 啊 人一觉得有靠山啊 他这个勇猛精静啊 就提不起来了 哦 那阿难尊者表演给谁看啊 所以诸位同学啊 老人家缘吉一年了 我们这一年的状况啊 有没有比老人家注视的时候 更精进更用功 这样才没有辜负老人家的视线哦 老人家缘吉为了谁啊 为了我这个不珍惜的弟子啊 老人家留为了弟子啊 走也是为了弟子啊 这和我们要用心去体会了 这和我们要用心去体会了 所以师父这一句 比我难十倍百倍不止啊 这都在提醒我们啊 不然弘法很容易染灼的 红法也是险道啊 一不谨慎呢 就染民运痒啊 师长又讲了 我讲课啊 我一个人是学生 其他的都是奸学 更重要的要劝自己 我讲这几十年 别人有没有得力 我不清楚 我把我自己讲明白了 这一些心境 我们没有放在心上 我们走弘法的路 太危险了 孟子都说 人皆好为人师 那等于是好为人师的 这个我慢 与生俱来 再加上上了讲台 那有可能会更严重 老和尚给我们教导 弘法的心态 这都是我们的护身符 无能 无能 无那受 讲台上会好为人师 我们代班教学 一不小心 一不小心 眼光都向外了 都是教别人 没有向内 我记得我记得当时遇到一位讲经很受到大众肯定的老师 刚好去清静老和尚在马来西亚 老和尚对他说 你六十岁再出来弘法 你六十岁再出来弘法 代表老和尚在提醒 我们现在的定力你直接接触大众怕顶不了 等到年龄过了 对于财圣名利不动心这个才比较稳妥 所以有佛法就有办法 我们可以透过网路来弘法 但是自己还要把自己的根扎得更深 还要下戒定的功夫 不能一下子就出去接种 本来要度众生 可能就被众生给度走了 所以当时候在如江的时候 老和尚就知道了 十年不离开汤匙 就是独善其身的时候 透过网路 或者寿相可以奸善天下 但是不能了 马上就出去接种了 这是谈弘法的部分 弘法 那要弘法退下来 他懂得设身处地 为弘法的人着想 而且他懂佛法 他知道怎么护 那我们现在要来护法了 那我们的配套是什么 配套是听经不能中断 古人说三日不读书 面目可真 所以一不熏习 我们一去处理事 可能就是随顺 还没学佛以前的习惯 这个我们得冷静客观 来关照自己 我们没学佛以前 我们人生已经养成二十几年 三十几年 甚至四十几年的习惯了 强者先迁 我们一没有警觉性 那个习惯就往外冒出来了 古人可以撑三天 我们撑不了了 我自己一天不听经 我就觉得 这些不好的念头 就有点扶不住了 当然了 不只是每天要听经 而且还要 一做事就提醒自己 我要用经典来思维 不能随顺自己的想法看 心中有佛法 不然我们很容易 一做事就陷到事里面去了 意气用事 感情用事 就陷钱了 就像 下廉居老居是指导我们 处事的事 来办事 大功无私 物来而顺应 心地要清静 事已过物留置 事未至物将影 念头里面 不能计较忍我 所以我们在护法的时候 一起忍我是非 赶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不然去处理 铁定会偏的 瞻顾得失 一有得失心 处理不好事 不能感情 一切用事 所以一半事 要有佛法 要有组织的教诲 我记得当时候 在马来西亚 老话上重视群书制药的学习 跟这些尽忠学会的会长干部说 你们都要学群书制药360 三字经说 人不学 不知义 理济学济说 人不学也不知道 我们要当爸爸当妈妈 要学 不然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做 我们当老师要学 所以理济学济要学 不是拿了一个师范学院毕业证书了 我们就会当老师 是吧 包含诗说 这个都是必学的教材 诗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当父母当老师要学 当领导呢 当老师要学呢 怎么违证啊 怎么领众啊 一个领导者 不知道纳贱 他当不好领导的 不知道知人善任 这个知人得学哦 你看错人 用错人 事情就搞砸了 所以群书只要三六零 因为毕竟群书只要这么大一套 五十万多的字 那其中的精华调出来 那我们当领导都要对照这些精却来做 不能横顺自己的想法看法 说法做法 我曾经跟一个领导探讨这个问题 他说你讲得很对啊 结果他回去 让底下的人每天都要听经 结果他自己不听了 所以我觉得我有过失啊 因为我跟他分析完之后 我没有补一句 你要带头听啊 结果他回去之后都是要求别人 没有要求自己了 你看我讲了老半天的话 还害了人家的团体了 所以这个我不杀伯仁了 伯仁因我而死 搞得他的团体都只是要求我们自己都不做 所以讲话得要考虑着周详啊 你漏了一句啊 可能这个事情就坏掉了 因为你不讲周详啊 人家一听就偏到那里去了 比方说都是先要求别人的人 他一听好的教诲 就偏到去要求别人了 你得把他叮铃的到位才行 当然我这个分析完 大家可不要产生恐惧了 哎呀我看不要宏雾阵法了 very dangerous 越南的时候 佛菩萨加持越强 所以难我也敢承担 那个加持不可思议的 而且我们有这个警觉性啊 就不会偏掉了 今天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让我今天看到我们下车的 看到他们上下车就嘢出了 我看到你 我觉得这种警觉 我听不过 我听不过 你听不过